王先生介绍 事情发生在杭州临平区的重贤锦昌年华小区门口 这里有一个公交车站点 站点对面隔着飞机动车车道 有一家新丰小吃 379路公交车 它违规停在这边 就停在这边 然后它也不是靠边停的 然后它就私自下车 到这个新丰小吃买早饭 它能下来之后呢 先跑过来 跑到我老婆这里 我老婆已经看到她了 然后我老婆也减速了 然后呢 她又折回去了 好像东西没拿 然后想一想呢 好像又拿了 又突然折回来了 折回来的呢 就直接就这样子撞上去了 那这个事情 你说怪我老婆撞她吗 王先生说 当时公交车司机和妻子都摔倒了 但当时双方都赶着上班 而且看看没什么大碍 也就没有报警 留下了一个联系方式 就各走各的了 前两天发微信给我老婆说 我人受伤了 怎么的 然后呢 那个 我那个 那个那个 手机摔坏了 那我问她了 我说你手机摔坏 当时就应该提出来了 难道你当时摔了一跤 你手机坏不坏 你自己不会拿出来看吗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聊天记录 更搞笑的 微信聊天中 当时公交车司机于师傅跟王先生说 现在我都撞得头破血流 上不了班 我也没让他赔医药费 你现在把事情弄大 想让我饭碗弄掉 不让我活 我是想让他补偿我手机坏了的钱 于师傅还说 撞上的那一天 你老婆说 有事让我联系他 王先生当时的回复是 你现在是在威胁我吗 现在你报警了 我还没报 我们搞清楚一点 谁撞的谁 记者连续拨打了好几次于师傅的手机号码 对方都接通又按掉 最后还是于师傅给记者回了电话 他说自己的手机确实坏了 根本接不了电话 只能回拨过来 我们现在公交公司就是车上面搞卫生 搞正午好嘞 那么我早上出来就是在车上搞卫生 来不及吃早饭 然后所以到警察年华就是下车就是去想买包子去呢 我真询因为那个乘客们同意的 我应该是也不是很快 就是小跑过去 反正这边车过来很快的 那么当时双方究竟是怎么撞上的 记者注意到 新风小吃门口有摄像头 不过店家表示 摄像头只能照到门口的人行道 照不到飞机动车车道 虞师傅说自己头受伤 王先生说自己妻子的脚踝受伤 不过都没有大碍 目前的争议是 于师傅希望王先生的妻子赔手机 379路公交车 隶属杭州林平公交公司7车队在唐溪中心站这里 于是记者赶到了唐溪 按照我们公司规定的话是绝对不允许他在云运途中的话 下车去买早饭这个情况发生 咱们这里有早饭提供还是怎么样 那我们公司里面有早餐提供的 那他为什么不买早餐 可能不吃早餐 可能时间比较紧张 他可能去报道的时间就比较晚 时间比较仓促嘛 一时之间可能没时间吃早饭 他们车队也帮忙欠欠他 对 我们也在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你刚才也听到了 我也在跟对方积极的沟通 包括我们也在跟驾驶员在沟通 然后这件事情的话 希望双方面能够协调好 陈副车队长介绍 目前交警部门已经介入 正在调取相关路段的监控录像 他们也在等待交警的责任认定 1818黄庆远记住报道